今天3月23日故事的标题叫 问情升级许应对的真实历史事件 是1917年3月23日 伦纳德和乌尔夫婚后 这一天两人买下了一台二手的印刷机 在家里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和书店 专门出版贩卖乌尔夫的作品 出版社取名叫霍格斯 乌尔夫就是这个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流派 是个女作家 全名叫弗吉尼亚乌尔夫 比如说他这个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名具 被大家经常引用的 如果莎士比亚的姐妹也有自己的房间 那么他们也可以成为莎士比亚 这个是当年女作家的确不容易 这个19世纪之初 那么他本身是现代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的先锋 刚才那个名句也得听出来了 这个为莎士比亚的姐妹们这个叫正名 他自己本人却是极端迁细敏感沉浸 而且是性冷淡同性恋神经病 那么是谁为他打造了他的房间呢 就是他的先生伦纳德 伦纳德本身也是怎么说呢 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 这么叫什么真心实意的照顾乌尔夫这么多年 甚至于专门为他 就因为你知道 那个年代的怎么说呢 文学家又是女性文学家 那么思想又比较先锋 那身体就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呢 他这个精神病反复复发 所以为了让他照顾呢 专门在家里头办了这一个出版社 那么从此稳定下来之后呢 弗吉尼亚乌尔夫的作品便源源不断啊 文坛的声誉呢 还逐渐上升 甚至于要建桥大学 还要颁给他荣誉学问 而伦纳德呢 也为了 为了这个生机啊 不仅出版他的书 自己老婆的时候 还出了一堆他亲朋好友的书 那么也就是说 他不仅要在家专心照顾乌尔夫 还要努力经营出版社 只好放弃自己的写作 只要妻子满意就好 那乌尔夫呢 也也的确知道 清清楚楚感受得到 伦纳德的付出和爱 他在日记中曾经写过 唐沃现在死去 那么此刻就是最幸福的了 因为恐怕我心中的满足 是如此绝对 在未来的命述中 再也不会有类似的欣喜 那果然 即便小心翼翼 全力以赴的维护 乌尔夫的生活情感和他的脆弱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旁人啊 这个叫清官南断家务士 这个旁人呢 看评论伦纳德对待乌尔夫 就好像保护一只异常珍贵的明朝瓷瓶 明明知道瓶子有裂缝 格外小心用无边的谨慎来照料他 但是最终裂缝还是会破裂的 这个破裂呢是在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乌尔夫在奥斯河边放下手杖帽子 口袋塞满了石头 管部走入河中随不而去 他留下了一封信给伦纳德 这封信呢值得念一念 这是啊一百 我看正好啊一百年前 也将近啊 对啊一百多年前 他的这个感慨 最亲爱的 我感觉确切又要发疯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度过一次 那种可怕的时光 这次我再也不会复原了 我开始听到声音 不能集中精神 因此我这样做似乎是最好的办法 你给了我最大的可能的幸福 你在各方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这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 我想不出有任何一对夫妻 比我们更幸福的 我无力在奋斗了 我晓得我会妨碍你的生活 没有我你可以工作 我知道你会的 你瞧 我连这都写不妥当 我不能阅读 我要说的是这辈子幸亏有了你 我才有这些福气 你对我十分有耐心 非常的善良 我的意思是人人都知道 如果我的病有救的话 那么救我的人一定是你 如今一切都离我而去 只有你的善良还确实存在 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生命 我想没有人比我们在一起时更快乐的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自私吧 对应的有才的人 你不能说自己神经病就是绝对正义 比如说顾成发疯的时候 把自己老婆杀死 自己也死掉 这个是一个一大悲剧 不能说是正义的事情 但是他们给我们人类社会留下来的这个文学的宝藏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伦纳德呢 是终于啊 这个是承受了一切啊 他办完乌尔夫的葬礼之后呢 重新使笔再度开始写作 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传记作家 虽然没有乌尔夫知名啊 毕竟他后来就比较平庸了 哈哈 一个平庸的好人啊 这个虽然被这个天才伤害了几十年啊 但是也算是留下了名字 那故事的最后呢 这个嗯 这个 郝广才呢 给了一句定语啊 爱情要问的不是真不真 而是问情深不深 有些感情确实是真的 但如果太浅 一下子就踩到底了 那我想问的是 那这个感情深不深另说 那如果非常真的感情 但很浅 一下子被生活击穿了 那么被击穿的这个真感情值不值得呢 这个呢 就是电影如花素般的爱情所探讨的 很多时候两个人相爱 只是因为两个人碰见了 但后来两个人不相爱 并不是因为这个两个人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这个两人 他所在的社会环境 他们的这个社会期许 产生了错位 两个人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伤害了 那么情深不深 并不代表你的爱真不真 相反的也是一样 总之 大家无论如何随缘 能碰上对上眼的 不要放弃 如果过程当中 双方都太痛苦了 那也不要坚持 以上 以上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 长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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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